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进入2016年以后 中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 政治局势趋于不稳 习近平视察新华社 《人民日报》和央视 并发表官媒性党的谈话以后 引起舆论的强力反弹 党媒官媒对表达不同声音的 红二代商人任志强 口诛笔伐 被称为时日文革 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发表以后 一些国内媒体人士受到牵连 无界新闻聚报关停 而两位海外独立评论人士 在国内的家属也遭到骚扰 与此同时 当局对维权人士 宗教自由的打压 也没有停息的迹象 接下来我们就请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 魏金生先生 谈谈他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局势的看法 魏先生我们刚才在打火语当中 已经列决了很多的事件 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政局好像非常的不稳 非常的诡异 有很多人用这个词来形容 因为动作不断 总是有些状况出来 关于习近平的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 昨天我看到报道 又出来了 第二封又出来了 对 这个是在明镜他的网站上 以博客的身份来出现的 明镜一开始在他的新闻栏目进行报道 后来又拿掉 因为他的老总和平说 没有办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实性 在你看来出现这样的内容 我暂且不去说 他是真正是一批共产党人所写的 国内的政界的人士所写的 你认为是不是反映出中国现在政坛 以及中国民众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情绪在里面 我觉得就是共产党内部的人写的 并不是说 有人说是不是海外民运的人给他们造谣 我想不是 从笔法上等等各方面很多朋友分析 说就是共产党内部搞出来的东西 共产党的内斗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激烈了 当然港台媒体呢 他们说话比较温和了 就说什么诡异 所谓诡异就是好像跟过去不一样 确实跟过去不一样 因为现在呢 这个现象我来形容 找一个词形容叫垂死挣扎的现象 就是已经到了 大家完全没有规矩了 共产党内部斗争啊 完全没有规矩了 你比如说你像出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出个什么信啊 或者出一本什么书啊 你就到处抓人 而且跑到香港抓人 海外的你抓不着 人家北风在美国 你抓不着 你把人家父母给抓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你就是搞株连 也没有这么个株连法嘛 其实我记得很清楚啊 从79年 就是我那个案件 当时很轰动一个案件 党内的争论很激烈 当时有一个规矩 一直传了传下来很多年 就是不搞株连 不搞株连 以至于到那个八九十年代呢 很多异议人士的家属 直接在国内折腾 甚至去拦那个 联合国人权专员的车 但是也没有说 给关在监狱里去 这成为一个规矩 你就不要牵连家属 至少是政治上的进步 你惩罚谁 就是他自己就完了 对不对 你不要去牵连家属 现在这个看来 是完全打破了 长平在德国之声 担任评论员的 长平的家属 所以啊 对啊 你抓了北风的 又抓了长平的这个 我觉得这都不像是 在抓人了 跟那个 谁发表文章 我们不让他说话 我们把他抓起来 这是过去多少年 来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啊 咱们说他很邪恶 现在比那还要邪恶了 他不是去抓你长平 或者抓你北风 我抓你家属 然后你在外头 好像就是要 让你去炒作 让你去跳着脚骂人 国际社会对这种做法 当然更是不能容忍 你怎么能说 抓人家父母呢 对不对 这完全不招边的事情嘛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 中共的乱象呢 已经乱得出了格了 确实乱得出了格了 而且现在所谓的抓亲属呢 其实已经不仅仅抓亲属 我觉得这是中共内斗的一个 向外扩散 挑起国际上市事件 把内斗变成一个外斗了 斗到外头来了 习近平上任 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现在差不多有三年 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了 那么前几年呢 我们看他不管是反腐 还是其他 还是树立自己的权力 树立自己的威信 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动 他担任了十几个领导小组的所长 可以说把中国的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手里 但是今年从今年开始 我们看到好像风声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些香港报纸说什么反水了 什么倒席之声了等等 为什么你看究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是政治斗争进一步加剧 还是经济陷入越来越不好的这种状况 出现一些困境 促使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些变化 你刚才说的后边这个经济的原因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原因 但是除了这个经济的原因 我觉得政治上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 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原因 可能媒体注意的还不多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一上台的时候 曾经摆出一副架势 好像我真的要进行改革了 甚至通过一些朋友向海外传递信息 包括他在党内很多的朋友 也都好像以为他真的要学蒋经国 将来开放言论自由啊等等等等 以为是这样 那么在那个时候 大家一个是对他容忍 一个是很多人甚至支持他 包括海内海外的很多的意义知识分子 都那样拼命支持习近平 希望他掌握权力以后 就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现在很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今年以来 或者去年以来吧 大家对他失望 看上去他不像是要搞改革 他好像是要当毛泽东第二 所以海外的很多人 包括海内的知识分子 很多对他失望了 甚至党内的像任志强这些人 包括甚至可能王岐山 对他的将来都有失望 这个使他的实力大大受到削弱 然后另一方面 他的这个反腐政策摇摆不定 选择性反腐 谁也不知道哪天选到谁头上 造成了官僚集团的极大的反弹 大家都知道无关不贪 要抓你个贪官呢 几乎是百发百中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整个官僚阶层 人心惶惶 那么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 支持你的人少了 反对你的人多了 那自然这个政治局势 变得非常的诡异了 我们接听几位听众 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然后请魏京生先生 做一下解答 北京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主持人好 魏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向魏先生提这么几个问题 当年呢 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中国实现四话的时候 当初有人说要实现第五个 这段话 当然海外媒体 说都认为是你魏先生提出的 我想问一问 就是说你对当年 你对第五个 这个现代话是怎样 这个理解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台湾 经过这几十年以后 两度推荐这个政党轮替 请你谈一下台湾的民主 是不是真正符合 是不是适合中国 这是第二点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 新加坡和俄罗斯 算不算一个民主 算不算民主国家 如果俄罗斯 也算民主国家的话 那普京 他随便的修改宪法 延长他的任期 这是不是违背民主的原则 谢谢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提出这三个问题 第一 第五个现代话 是我当时写文章用的一个标题 从此这个作为一个概念 就流行起来了 这个确实是我提出来的 我的理解呢 我说的第五个现代话 指的就是说 你不是光科技啊 什么现代话 工业 你那还是李鸿章 那个时代的说法 就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我们讲的是 我们要学习人家的 更先进的就是 社会制度的现代化 也就是民主化 民主化了以后 你才能在各个方面 都真正的现代化 否则的话 即使你现代化了 对老百姓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现代化 中国已经可以说 相当现代化 虽然不是很现代化 但是老百姓 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呢 可能也有不少老百姓 得到好处 几千万吧 按毛泽东说法 那百分之五 百分之九十五的 大多数的老百姓 上不起学 看不起病 娶媳妇 没有房子 娶不起媳妇 甚至你死了 你要埋都埋不起 那你说老百姓 从这个所谓的现代化 你得到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我当时 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台湾民主 是不是适合中国大陆 实际上呢 民主呢 因为台湾的情况 从历史上讲的 跟大陆就有很多不同 那么怎么样去建立 这个民主制度呢 我想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但是至少 台湾的文化 基本上跟大陆是一样的 都是传统的中国文化的 作为基础的 那么台湾 所谓亚洲价值观 在台湾可以实行民主制度 而且已经是轮替了几次了 已经很稳固了 那为什么大陆不可以 所以这至少破除了 共产党说的 亚洲价值观 就不适合搞民主这个说法 新加坡和俄罗斯 算不算民主国家 这个算不算呢 这个说法有点就是一刀切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呢 新加坡也好 俄罗斯也好 甚至当年二大战以前的德国也好 曾经走上民主的道路 但是呢 还没有建设像美国这种 稳固的民主制度 那么它有可能倒退回去 德国就是个例子 很快大家选出一个希特勒 希特勒把整个德国的制度 全被倒退到 纳粹制度 法西斯制度 所以现在的俄罗斯呢 也有同样的危险 大家都在担心 不仅国际社会 实际上相当多的俄罗斯人 也很担心 是不是又会回到 一个新的专制 虽然没有共产党了 但是可能是一个新的专制 普京在搞这些东西 新加坡的情况 跟那个俄罗斯略有不同吧 好 接下来我们请山东的邹先生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邹先生 你好 你好 那个 邹先生好 你好 您就是我忘记相悲的人 你好 我想就这个最近的时局说一下 就前段时间 任志祥不是说那个反对国民兴党 这个言论吗 有很多人认为 那个任志祥是捍卫 一个新闻自由的一个先锋 但是虽然说我是非常支持 民主自由的 但是我不认同对任的这个评价 因为我对任先生的动机 表示不信任 就像当初习近平高唱那个管府 去打些那个举报人一样 邹志祥他这个 作为中国地产界的这个代表人物 他也是雇用这个媒体和专家 为那个哄抬楼市的房价 也是做这种控制媒体的事 可以说跟中共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任先生用的是钱 而党用的是权 而且就在那个 今年大概是二月份吧 二月份前后 在那个中国存量房这个问题上 任的言论是说炸掉 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人 会为中国的这个这个人权 真心的做出什么贡献 然后前段时间说这个 所谓的这叫什么时日文革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商界的道家人 同政界的道家人的一场争斗 中国人的人权民主 不过是这个攻击对方的一个工具 他未必能够能够做出改变 好的 然后我想不知道微信上这些是怎么看的 好的 谢谢山东邹先生 那他提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不太信任这帮家伙 这帮家伙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很多人这么说嘛 但是我们得看问题这样啊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实权实美 是他确实是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 不仅仅是所谓的红二代 而且他确实是挣到了钱的红二代 那就是跟政权离得很近了 但是我们很高兴的就是说 现在这些人他也觉得你继续搞 习近平继续搞这个专制 是不太符合大家的利益 也就是习近平搞这个个人独裁呢 不仅触犯了老百姓的利益 甚至触犯了这些官僚资产阶级利益 那么他们起来反对这个倒行逆施呢 我们也应该给予支持 不一定非得实权实美 非得他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站在一起吗 按共产党的说法 我们可以是在民主的争取民主的道路上 是同路人吗 至于将来怎么样 那另说 好 接下来我们接听天津的爱先生 带来的电话 爱先生你好 你好 我问魏先生 就是美国之间的十几年前 就说海外的民主 就是海外的民主人士 里边内斗严重 各立山头 我想问一下魏先生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内斗的 第二呢 魏金生先生在美国之间 和法广的ISF都说过 就是海外民主人士里面 有好多中共派系的内奸和叛徒 您是不是能 应道性的说一说 这些内奸和叛徒 他们都是 我都好想跟您一起 生草价 第三呢 就是海外民主这么多年 在海外发展的规模 还不如法轮功 无论是人数还是影响力 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这到底是你们的无能 还是什么别的问题 好的 谢谢 田尼爱先生 他提了三个问题 魏先生 海外民运的内斗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 其实海外民运的很多朋友认为 媒体宣传的海外民运内斗呢 绝大多数不是内斗 是外斗 就是他提的第二个问题 有很多是被派来的 带着任务过来的 其实你说大家意见不同 吵架争论的话 这都是很正常的 民主嘛 本身就是大家有意见就提出来 然后大家讨论 实在他达不成一致 咱们可以投票表决 投票表决是最后手段 而争论是一个常规的现象 现在流行说法叫 常态 这是一个常态 那么这个常态 为什么会发展起来 我想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刚才说的 他第二个问题 有很多这个人是派出来的 他就是要跟你吵 你不跟他吵 你看我们 从来不说这个民运的内斗问题 从来没在任何媒体上说过 我们从来不说 你说内斗 那我们就关起门 内斗就完了 搞到媒体上去 这个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人家的计划 人家制造一个 给老百姓制造一个影响 海外民运在内斗 其实这么多年来 至少我以前我不管 我不知道 我出来以后 97年底 我放出来以后 到现在 海外民运的这些朋友 团结的很好 而且不是大家想象的 我们没有钱 都是艰苦奋斗 自己掏自己的腰包 花自己的时间 来为中国的民主化 在奋斗 这个有什么好内斗的呢 没什么好内斗 我们每次开会都很简单 吵架很简单 大家把意见亮出来 最后达成一致就完了 对不对 达成一致 咱们可以保留意见 各干各的 没有什么真正的内斗 很少 但是呢 人家要给你宣传出内斗 不断的炒作 他们又内斗了 然后你要是不斗 人家出来一帮人说 我也是海外民运 我来跟你斗 然后媒体 你看他们在那斗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 现在可以说 人家既然要宣传 咱们没有办法避免 我就是提醒大家注意 甭管内斗不内斗 有这么一批人 在为中国老百姓的前途 努力奋斗 大家应该多支持 至于那些 专门炒作内斗的现象 大家把它放在一边 不理它就完了 简单的说 你就是一家人还要吵架呢 有什么奇怪的 没什么奇怪的 魏先生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刚才我们稍微谈一下 中国的经济状况 最近我们知道 在东三省下岗的 或者失业的工人很多 各地纷纷爆发工潮 随着中国钢铁 煤炭建筑等行业的 越来越不景气 中国的工潮问题 会不会成为一个 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对 现在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经济 确实下滑的非常厉害 由于过去几十年积累下的问题 你比如说水泥产量 2014年的产量 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纪的产量 那你怎么去消化这么多水泥和钢铁呢 必然的 现在就是要调整的话 必然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很多工人就没法生活了 所以这确实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问题 我想共产党在现有的体制下 很难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 海外联系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 争鸣论坛在Facebook或者Twitter的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和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使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男以及知青运动 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宝申 祝大家晚安